去過蘭嶼玩的觀眾一定都見過蘭嶼特有的拼板舟 在上週蘭嶼就有一場一年一度的全鄉海洋盃拼板舟競賽 一起來看看 十幾人合力推著沉重的大船下水 準備開始海上競速 這裡是蘭嶼野營部落第九屆海洋盃拼板舟比賽 比賽分為小船跟大船 小船有來回競速 而大船有一公里直線競速 還有超過三公里的越野競速 大型拼板舟是由27塊石木材料拼接而成 重量都超過300公斤 能下場比賽的選手全都是划船高手 船大概會有多重 很重喔 一定要練 一定要練再一次講 怎麼練啊 每天練 每天練 很辛苦耶這個 對啊 那也沒辦法嘛 每天也沒辦法 第一次看得到 對 然後平常不會看到這種 這種他們的練習 然後就是 這個節儉好像偶爾才會舉辦一次 可能一年一次吧 就是滿難得剛好可以碰到這個機會 今年比賽地點選在野營部落 一年一度的比賽 讓許多在外地的達悟族人都回鄉參與 而為了凝聚族人與文化傳承 除了平板舟比賽 還有傳統甩靶舞表演 這些特殊的文化吸引許多遊客 還有攝影玩家前來 體驗達悟族人的海洋文化盛典 字幕提供 應該有的 感谢观看